大家好,我是大衛sir 今天只有我一個 暢商網變成獨腳戲 今天堅了網出版 堅了網出版當然有了到 首先我們看到 現在香港的 護士 缺人手 正在準備引入 內地護士 但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究竟 在香港的時候 人手流失這麼嚴重 醫療體系又爆煲 政府 修例搶人當然好 但如何修例好些呢 我個人覺得 免試引入境外護士 就真是刻不容緩 越快就越好 有人在討論 究竟在香港工作幾一年 或者之前有幾一年的工作經驗 我覺得 三甲醫院的護士 一定信得過 雖然的時候 香港和內地 可能寫的那些 醫療紀錄 用中英文不同 或者是否擅長用英文 李先生曾經跟我說過 他就說 懂不懂英文 不代表你 醫術好不好 或者照顧人 照顧得好不好 語言 只是其中一部分 也看到 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 都在搶護士 因為護士方 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在疫情幾年裏 大家知道很多護士 因為生命安全關係 就是索性不做 所以現在全球都有護士方 香港還不快 就真的落人口 所以我就希望 特區政府 包括勞重貿醫生 可以快手 令整個護士方得以解決 因為這畢竟是香港人的福知 另外一個議題 我覺得比較關心 就是港車不上 除了港車不上 之外 現在也有大陸的汽車南下 我就很開心 如果內地的汽車可以 下來香港 我覺得很棒 政府 就說要研究一下 到底這個研究成不成事 到時候要看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看到特區政府 做事就不太快 相對來說真的有點慢 也要提提 我們看到沙特亞美 說要來到香港上市 但結果到現在 樓梯聲都不見了 就不知在哪 不知政府官員在做什麼 金管局 又或者是港交所 究竟他們在處理什麼問題 我希望盡快立法度過這個情況 是最好的 因為大家知道 香港是刻不容緩 越快越好的 有很多事情做 但當然 我們要大家一起配合才行 講回港車不上 港車不上 在2023年6月1日 上午9點起 接受網上遞交申請 聽說7月1日就完成了 有關的資料 相信大家都很快就可以知道 但每次港車不上 可以連續停留最多30天 一年就不可以超過180天 專家建議 首先要熟習內地交通法規 參加香港汽車會 港車不上的預備課程 而且在出行前 下載並安裝架灣通的APPs 必要時就透過駕灣通去尋求支援 電動車車主可以多避一條國標的充電線 港車不上當然大家很開心 港主澳大橋終於可以派上用途了 現在都是正正局局的 我就覺得這樣就不太好 其實最重要的是 現在除了港車不上之外 有很多人會關注非法載客取囚 和易志明促請嚴打跨境白牌車 這個真是防不升防 大家去拿一本 堅了網、堅雜誌 去看看有什麼資料 和訊息是和大家息息相關的 在這裏多謝堅了網的支持 好 接著我要講一講 我們這次讀腳戲的 一個內容 這個內容 當然是講一講老美 因為很多時候聽了很多嘉賓所說 對於老美 大家都是覺得 咦?就快玩完了 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也同意 為什麼老美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其實對我們所有人來說一點都不奇怪 當你接觸得越多 你就知道老美是真的不簡單 只是很多時候都是自己 搞到自己很煩惱 大家看到特朗普 還有拜登 也都是影響得非常之大 那麼拜登的玩法和特朗普 這兩位老人家 的玩法真的令到我們覺得 眼睛都凸 為什麼一個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要完全用政治的目光去玩呢? 或者用意識形態? 其實有很多黨真 你放在一個全國的格局上來看 尤其是美國格局來看 其實很簡單可以解決 但是不需要玩到這麼堅 大家玩來玩去 對整個國家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但是老美一定要玩 而且還玩得越演越烈 那麼我們都觀察到 其實美國在各方面來說 他都不懂得珍惜 他現在所擁有的東西 究竟是怎樣的 是辛苦得來的 可能真的得來 非常之容易 所以大家看到 有關的情況 令到我們覺得 這些黨真 似乎對我們國家 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 因為 可以令到我們國家 有機會去更加進一步 也聽到美國的白宮發言人說 如果這次債務違約不解決的話 就會令到中國和俄羅斯得益 那這件事是不是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 但是我看到一件事 先說一下拜登 拜登在5月13、14日 在一個華府的華盛頓 的非裔名校 叫霍華德大學 向他們的畢業生發表演說 除了勉勵他們成為美國的未來 也在暗寸前總統 特離譜 批評白人至上的主義 是國家最危險的 怕怕主義威脅 他提到的東西 其實不單止是這樣 詳細說 他裏面少少的內容 根據每日郵報就說 拜登在演講裏面 提到民族的靈魂 這也是他在去年其中選舉前 演講的主題 拜登向畢業生說 未來將由他們的領導 這不是誇大 有些人化為人間魔鬼 激起人們互相攻擊 也有些人不顧後果 拋棄道德 不擇手段 都要保住權力 拜登你為何在講自己 你這句說話 擺明好像在暗寸 但其實在講你自己的情況 這些情況 我們真的見得多 我自己就覺得 拜登其實有很多事情 他都是有雙重標準的 總之自己做的事情 就完全是正確 其他人做的事情 就完全不正確 什麼叫人間魔鬼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 譬如炸了不吉爾號 在這裏不斷發動戰爭 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是民主黨 或者是共和黨 其實在他任內 都發動過不少的戰爭 拜登自己 在這次的烏克蘭危機上高 他又盡了多少力 做了多少事情 而令到烏克蘭 人生靈塗炭 這件事大家可以 自己搜集一下網上的資料 或者看回我們的節目 大家都很清楚 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他所說的 激起人們互相攻擊呢 這絕對是 對於 以澤連司機來說 只不過是一個棋子 現在美國 就想把烏克蘭危機 減弱化它 最好就不要再打了 並不是因為他覺得 我們現在應該要世界和平 也不是想覺得 美國之前做錯了 而是 如果烏克蘭危機 繼續再來的話 會影響到 他未來當選的機會 所以當然要停 不停的話 搞出大頭罰出來 就很大劑了 那他是不是不顧後果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 拋棄道德 不擇手段都要保住權力 我相信這一點 都是 那他呢 就說這一點 他說 這個時候 有很多的謊言 都是因為權力 或者利益而生的 這個跟龐貝奧當初說 是 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這個謊言 是因為權力和利益 他自己都是這樣 不能恨免 這個時候 他就說要堅持真理 面對顛覆我們的選舉 壓制我們投票權的攻擊 這件事 我想起 他跟特朗普 就是上一屆 美國總統的選舉 那時候 究竟 投票權現在都有爭議性 當然啦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究竟誰真的有理 我們真的不清楚了 有人說 有很多投票 是留的 選票 就不是真正存在 有人說 我這些全部都是真的 沒有假的 但是突然覺得 應該是他當選的 為什麼的時候 會搞到 拜登當選 這個是完全不合理 可以這樣說 特朗普做得太激 所以這件事 我們都要想一想 究竟情況是怎樣 那拜登是否贏得很光彩 我就覺得 算了算了出來 就好像 那時候 陳水扁 或者是 蔡蔡子 他們當選的時候 大家覺得 票數非常不合理 應該有些 手腳是動了 我也相信 2019年的香港選舉 相信大家看到 相關的情況 這些真是 不足為奇 不知道大家覺得 是不是 好了 另一方面 他們都說 在這片國土上 最危險的 驚驚主義的威脅 就是白人至上 這件事就很奇怪了 對於拜登來說 竟然這樣說 我就不知道 他在什麼 原則上去說 對著 突離譜的說法 就是 明揣也是他 對不對 他說 在2021年1月 在國會大樓 就任美國總統 前幾天 就是國會暴亂的現場 這是一把架在民主煙喉上的匕首 在我們的歷史上 這是第一次發生 阻止 和平權力而交的企圖 但是他們 失敗了 拜登就說 我們的民主撐住了 再次點亮了希望 這是不是 再次點亮民主的希望呢 好記得 當年 就特離譜 和白老頭 去競選的時候 我自己的傾向 就特離譜 上陣會好些 因為 特離譜 做的事 比較光明磊落 明搶 拜老頭 就馬底 做了一些事 那些事 令到大家 覺得 咦 談談打打 出盡陰招 大家就知道了 而且 拜登就在這裡 批評 共和黨 商標 他提出的 學太減免政策 被共和黨 尤其是遭到 令到美國再次偉大的 M.A.G.A. 各派的議員 堅決反對 他的說法 都很奇怪 你拜老頭 說要學太減免 裡面牽涉到幾多位學生 你所用的資金又有幾多呢 這一點 就是令到美國債務危機 不斷攀升的一個最主原因 這個財政危機 似乎是想把這隻鑊 給共和黨去揹 大家看看 這些買選票 真的買到 非常之明顯 大家同意當然是加一 所以 特離譜 和拜登這兩個老人家 繼續在這裡 我也相信 美國應該會越來越精彩 這個鬥爭 意識形態 應該是停止不了下來的 他也繼續說 但同一批人 又在大流行期間 藉著救濟的貸款 維持他們企業運轉 身家數百數千萬的 國會議員 大部分都不需要還款 但是 說他們可以不還 但是你們就不可能不還 這個太離譜了 嘩 厲害 行啊 在這個疫情期間 其實每一個企業 大家都危機 我相信有很多國家 過去的時候 都是用很多錢去救企業 沒有企業 你怎麼賺錢呢 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也是 內地也有些設施 西方 美國 更是大派錢 這是必然 我就不相信 拜登 如果當時上場 他不會這樣做 所以 今次 欲加之罪 何患無恥 拜登 就呼籲 這個簡直是 選票 拉票的行動 呼籲 減免學泰的發言 得到學生們的歡呼 因為不用還錢 不用還錢 當然是正的 你這個差不多是共產主義 拜登就不要去串 就說我們是一個民主制度 其實不是在行共產主義 全部免費了 那就正了 這個選票當然是拿到 所以今次也有人說 共和黨會不會 令到 整個債務違約的 危機性更加擴大 我相信大家都 會看到 情況 好像是有些不妙 那怎樣不妙呢 一會和大家聊一下 他說現在 這個政策 目前 苦於取得 法院的共識 暫時 法院那裏 還未有個很完整的共識 畢業的 畢業的學生 對這件事 似乎是 覺得是很好的事 這件事 我就覺得 拜登真的做得太厲害了 有關的情況 我們另外一方面 也看回特尼普 在拜登講話之前 曾經提過一些事情 他接受CNN的 現場轉播節目上高講 即直播的節目講 他敦促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 如果拜登的同黨民主黨人 不同意削減開支 他們就應該拒絕 調高 美國的債務上限 觸發這個債務違約 挺害怕的 我們看到 之前 麥卡錫 因為被拜登威脅 不夠僵 就去搞定拜登 好像有些復縣的感覺 就說我們在聊天 我們在聊天 因為那時候 就給了一頂很大的帽 給麥卡錫 帶了上去 那為什麼給麥卡錫 帶什麼帽 我們看到 就有關幾件事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你會令到美國 就玩完 債務違約之外 另外一點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不應該開這個先例 你開了這個先例 就會變成國家的罪人 亦都成為歷史的罪人 以及全人類的罪人 因為我們看到 無論是耶倫也好 無論是白宮的發言人 拜登 所有的民主黨都眾口一詞 非常團結 麥卡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就覺得 似乎真的好像 不太行 喂 那你這些情況 你不是不知道的 但是老老實實說 共和黨 只是給了 萬幾億 給民主黨 繼續使用的 我沒有理由 將選票 禮手 就送給你的 我當然要顧及我自己的 票倉和選票 這個票倉和選票 我覺得 有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 對於共和黨人來說 他們是不是有很多的智慧 由於大部分都是 中部的地區 他們的支持者 對於他們 相對來說 比較單純 客兩客 就應該 不夠僵 繼續去動手 但是問題來了 他們 不夠膽去動手 那怎麼辦呢 難道又好像 之前幾次 就舉 扯白旗投降 這一點 我覺得可能性 真的不低 所以的時候 我覺得 突離譜 為什麼可以成為 共和黨的 一個領袖 而不是桑蒂斯 因為特朗普 就敢做 而且 真的一語中的 說話 就非常明確 當然 我覺得 美國 最好 不要這麼快想 美月快想 其實被全世界 帶來的衝擊 真是非常龐大 那如果 債務違約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解決呢 我相信 始終都會解決 但是會不會好像 早幾年 那樣 稍微違約一下 沒有糧出 沒有什麼情況 那 美國國債 被降級 這樣的情況 發生 會不會再來一次呢 這個 不是說 沒有可能 我覺得機率 相對來說 比較高 因為 談不上數 比較難 如果沒有突離譜 沒有了領袖 那些事情 應該就 不會這麼嚴重 但是 如果有突離譜 那些事情 就更加 離譜了 那 其實 突離譜 也將會割續 2024年的總統大選 老人家出場 和拜登 又再 免多一獲 如果贏了 做多八年 那 會不會做八年 或者做四年 我就不知道 但是 起碼 給共和黨人員 也有了 依賴 因為 好像他這樣 懂得玩政治的人 的確 不是太多 大家看到 麥卡錫 當年 要登上 眾議院的議長 都是 差點 不行的 202票 206票 208票 這些數字 實在是 令到我們覺得 是很不行的 一直 都沒有辦法 爭取 大多數人的 支持 結果 要放棄很多 自己的權利 一個議長 做得 那麼慘 沒辦法 唉 為了錢 什麼都肯制 這個情況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 他要參選 2024年的 總統大選 他當然會為自己宣傳 現在最好 搞亂民主黨的部署 所以 他在節目上說 要跟共和黨籍的 眾議員 和參議員說 如果他們沒有同意你的大減開支 你們必須 兩個字 給債務 為約 美國 取消所謂的 舉債上限 往往 在以前 其實都是 簽名 做一下 就行 這次 很不幸地 明年就選舉 今年 成為黨真 其實這個黨真 都幾激烈 如果我是民主黨人 我都會建議 所以 那就玩一下 玩一下 其實沒什麼 我反正都會被你玩死 你看看我 又要守我山莊的地方 又說要有人 告我性侵 那些 我當然是玩回你 如果不是 那些鬥爭怎麼夠劇烈呢 所以這次 拜登 就 必須要玩 嘗 特離譜 特離譜 就說 我當然是耳眼還眼 這麼大仇口 還有 這是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大家可以看到的 所以 拜登 就表示 一定要有達到超過五十萬億的上限 即是加了十九萬幾億 這個美元 但是 共和黨那邊 就提出一點 就說一定要在預算支出 是有所限制的 不可以瘋狂地花錢 那 我們其實都可以觀察到 最好的做法 都是限制著 那個 債務的 情況之下 不要借這麼多錢 要不然 你又有這麼多錢可以借 那時候 誰去還呢 留給後世子孫 你現在的債務 的 情況 已經達到你的 GDP的 一百三十幾個巴仙 那 你說 你這個再繼續上去的話 你一年還息 其實都很金 即是你連年都要借錢 那 誰去買單呢 還有美國的國債 好大部分 都是在外面流通的 又或者在各大銀行做壓倉石 都跟大家說過 那你說 如果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 那誰到最後買單呢 難道是老美買單 還是其他國家買單 這個去美元化的行動 其實又不是真正去美元化的 只不過 我覺得你美元太危險了 美債也太危險了 如果被你這樣收割的話 我們真的不太想 所以我們不如用本幣交易 或者選擇另一個貨幣 令到大家的交易 更安全 所以人民幣 歐元 可能是大家希望選擇的一個貨幣 也有網友問我 那歐元又怎樣 其實 大家要看一件事 如果美元真的倒閉了 歐元是不是要保住呢 當然要保住 如果兩大貨幣一起倒閉 當然是不行的 但如果加上人民幣和歐元的話 兩隻貨幣在世界上的流通 應該造成的衝擊是少很多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最近很多外交官 和官員 就跑到歐洲去 除了談烏克蘭危機之外 最重要就是談大家的貿易合作 經濟合作 和金融的穩定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回 特尼普在CNN的轉播中 就是說 他覺得 他們不會令到債務違約的 他猜 猜民主黨不會令到債務違約 因為民主黨絕對會屈服 因為大家都不希望這件事發生 但這個比我們現在做的事 就很多 因為我現在花很多錢 在那些喝醉酒的士兵身上 什麼叫喝醉酒的士兵身上 即是說 現在這班債人 真的在亂花錢 沒有想到自己怎樣做 暗寸國防部的開支 軍事開支 有很多大花銅 和貪污舞弊的事件 所以這件事一說出來 很多共和黨 懂得跟風 或者不懂得 自己有所主張的人 聽了特離譜的說 就覺得 你說得有道理 我們真的要這樣做 如果不是 我們就 只會再輸 所以 對於共和黨來說 也是敲向警鐘 這次出場的說法 我覺得 對於拜登來說 是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拜登 前前後後 不斷轉軚 又說 我沒有了 我現在就要提高這麼多的債務 你不給我 那我就沒得談 那我就債務違約 我就會去G7開會 大家就沒得談 那你就會令到債務違約 那現在呢 整體來說 耶倫都說 在不久的將來 就會不斷和大家更新 一下 究竟呢 還有剩下多少國債 之前說過 去到 880億 31.4萬億 現在的債務上限 現在剩下880億 6月左右 就應該完結了 那民主黨呢 其實你也是說 代表耶倫 因為耶倫都是民主黨人 代表拜登提出方案 將美債上限提高到 51萬億 那理由是什麼呢 他講的 就是由小布殊開始 的反恐政策以來 美國的歷任總統 都會增發近 10萬億美元的國債 嘩 這個戰爭真是 很花很多錢 所以的時候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 就說 你不行啊 我就提高1.5萬億美元的 債務上限 那提高到 32.9萬億美元 就應該夠了 你們 就不要玩得那麼多 那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美債的問題 美國的加息問題 就是令到美國現在 就千瘡百孔了 有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 完全搞不定的 那今次的情況會怎樣呢 是不是可以 順利去到 51萬億呢 那我覺得就是 不太看好 如果 萬一 真是達到 51萬億 那你 想著全世界 又會再次被人 洗劫了 那因為 你等於是 另外一個 量化寬鬆 那大家看到 就開始放水 那所以的時候 美聯儲就說 喂 我現在就可能 不再加息了 那但是最近 又有風聲出來 就說 喂 可能都要加息 喂 通脹都好像 還沒有搞定 但是 雖然PPI 就跌了 跌了很多了 只剩下2% 因為大家看到 蛋 現在又可以賣 價錢又便宜了 那有關的 那些 即是 期貨市場 譬如好像 銅 一些金屬 抗產的 那些 期貨市場 又好像跌了 即是 期貨市場 價錢就降低了 糧食也好像降低了 那所以 通脹應該就可以搞定的 就沒那麼厲害 因為生產上高 是少了很多 那這是一個年大的關係 那大家就要留意這個轉變了 那美國的 有關的美元指數呢 亦都是上升了一些 那就去了102點幾 那這個數字 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到103 104 那這個大家去看看 那 美元對人民幣 美元又升 對世界貨幣又升 所以 未來這個關卡 就 我們未知怎樣 好了 但是如果 他 去加個 美債 去到51萬億 即是 美國大把錢 就可以 繼續搞一會 對美國來說 當然有利 因為 他的資金多了 可以動用的錢多了 反正 這些錢 我都是先花未來錢的 我先搞定了 那有這些錢 我才可以繼續買票 就買給一些 可能 LGBT 那類的人士 又或者 繼續對年輕人 對一些資產 就 審多些錢 這些是雞精來的 那 那理得他 會不會以後 對大家有負面影響呢 至少 讓我先拿了權力 那這一點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 我們已經觀察到 如果 他 加了 這個 債務 提升到50萬億 可能會造成 世界的一個 金融危機 那現在 買美國 國債的人 相對來說 真的比較少了 那美國的國債 會不會 債留自己 又或者 被他自己的企業搞定呢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例如日本來說 他的國債 其實是自己人買回來的 要是政府買 要是自己國內的企業買 日本的企業 有沒有 國際化呢 似乎 相對來說 是比較少的 自從廣場協議之後 但是 美國的企業 不是啊 美國的企業 國際化的情況 很厲害 那如果他買到美國國債 那 將會怎樣的情況呢 是不是真的 好像日本這樣 可以做到 自己內部消耗了 頂多經濟不增長的 失落的三十年四十年 五十年都沒有所謂 總之 先死未來遲 引了很多國債 我們就自己 在內部自己衰退 就行了 這個真是神操作 我覺得美國 比較難做到這一點 但是 他要 硬來 去洗劫其他人 看看世界怎樣去做 當然 有些很聰明的國家 例如日本 韓國 英國 奸蘭大 這些國家 其實都會繼續聽老美說的 因為 他們覺得 都不錯啊 維持著我們的霸權 我們現在有了 不用再重新適應過 如果大家都一起贏 那我就吃什麼 吃谷種 哈哈 我覺得 這一點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想法 萬一 萬一 真的有關債務上高 那 共和黨 真的 退了 那 就說 OK 我就你了 情況很嚴重 如果共和黨堅持 而拜登 就唯有屈服 就說 喂 算了 還是就回你了 那 去回 這個 有一點 拿回1.9萬億也好 對不對 這個數字 其實 提出了1.5萬億 美元的債務上限 那 這樣做法 是不是很棒呢 那 我覺得都不是很棒的 為什麼呢 因為實在不夠用 那 民主黨如果真的 答應了的話 對他們 明年的總統選舉 應該會做到一個 非常之 嚴重的 情況 就是他們會留下選票 包括他們的免除學貸的計劃 應該就行不下去了 在另一個層面上 他們很多大花 和要去洗的地方 都做不到 那 對於我們國家 有沒有好處呢 當然有好處 對於美國的國內 有沒有好處呢 我想都有好處 至少你的債務不會無限的 印上去 不然大家怎麼用 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一點 還有 我看到 有一件事 找回一個 2022年9月份的新聞 有一位活日博士 是經濟學家 盧賓尼 在2022年7月份 警告美國 現在看起來都很準 他說 2023年的美股 恐怕會暴跌四成 銀行企業 和政府 將會全部玩完了 現在好像有這樣的勢 因為 起碼 銀行已經有四間 已經接了 摩根大通 和其他有實力的銀行 就買了一些銀行 令到 他們水漲船高 也賺不少 大家聽過 我會分析 就起碼賺一千億 或者以上 我看到資料顯示也差不多 包括股票 包括他不認數 這個都很厲害 這位盧賓尼說 美國的經濟將會嚴重衰退 而且 說這些經濟 會出現一些輕微衰退的人 說會出現輕微衰退的人 是妄想的 其實 他就說 美國 以至全球 將會在今年年底 陷入漫長而醜陋的經濟衰退 甚至會在2023年全年持續 標普指數 恐怕會大幅回調 下跌四成 這個還未到 我們看到 去年 漫長的經濟衰退 其實已經是開始了 那是不是醜陋 大家也看到了 其實他預計 在2023年的時候 美國的經濟會真正硬著陸 而 其實 預期 美國只會出現輕微衰退的人 應該關注企業 和 政府的巨額負債比率 現在出現了 企業和政府的巨額負債比率 已經出現了 隨著利率的上升 和上還成本的增加 很多的殭屍機構 殭屍家庭 企業 銀行 影子銀行 和殭屍國家 將會 Going to die 即是玩完 又用類似巴菲特的說法 就說 水退了 就知道誰沒有著膚 那其實 現在 全球的債務水平 又的確是很高的 那 他們又認為 在沒有著陸的情況 實現2%的通脹 對美國聯邦儲備局來說 將會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他說 以息 之前加息75個基點 現在 我們也知道 整體來說 加了500個基點 這次加息 真是又長又高 這個導致 聯邦基金利率 現在已經是到5厘了 其實 通脹居高不下 意味著 美聯儲 除了進一步加息之外 可能沒有其他選擇 那 魯斌尼就認為 基金利率 將會逼近5% 現在已經超過了5% 那 疫情 俄烏戰爭 和中國清零政策 等因素 衝擊著供應鏈 將會帶來高成本 低增長的情況 對 現在 當然 疫情過了 大家知道 現在成本高的時候 都開始下滑了 所以 目前來說 情況 就好像 盧比利所說 基本上 是達成了 我想 有6-7成準 接下來 會怎樣呢 他說 一旦全球 陷入衰退 將不會有財政的刺激措施 因為負債過高的政府 銀彈就用完了 所以 現在 拜登 要急速地 把銀彈 補充一下 不過 印章紙 加多個零 所以 會怎樣呢 大家去看看 他有預期 會出現 好像1970年代 那樣的 滯漲 和 好像全球 金融危機 大規模的 債務困境 現在 當然全球都在 避免 這一個 他就說 絕對不會是一個 短錢的衰退 反而會是嚴重 漫長 而且醜陋 這一點 我就覺得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我也不想 經濟差 但現在看到 經濟的情況 實在是 不容樂觀 我相信大家都有 這樣的感覺 但是 一枝獨秀 就是我們中國 最後 也要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共和黨 都遇到很多問題 大家知道 之前 有位 假造學歷的 騙子語言 叫做 桑托斯 因為他的學歷造假 遭到大家去鞭嘆 叫他下台 但是共和黨 那時候就說 不行 怎麼可以叫他下台 叫他下台 叫他下台 就少了一票 我們看到 現在共和黨的多數黨 佔了一個微弱的少數 就是222票 其實相差 不是非常之遠 還有其他支持者 對嗎 當你有其他支持者 其實這個微弱的多數 很容易被人打破 現在共和黨的眾議員 是 終於 他在上星期 遭到 美國法院 以詐欺 洗錢等13項 罪名 下令 逮捕他 共和黨人 也擔心 他一粒老鼠屎 會不會拖累 2024年的 美國總統的選情 所以 紛紛切割 就要他辭職 但是桑托斯 仍然堅稱自己是清白 不願意辭職 到底是堅定留呢 究竟他的欺詐罪 是不是可以成立呢 如果 他真的辭職的話 共和黨就少了一票 少了一票 危險 我覺得很危險 其實 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桑托斯 就說 這個是獵巫 我絕對不會向獵巫低頭 我一定會清洗我的明星 但是 我就覺得 比較奇怪 因為他之前 自稱 有猶太血統 畢業在紐約的史納大學 幫家庭 幫高盛 花旗 那些工作 學歷和經歷 就 全部都是留的 他 變稱 是套上 那個美化的淚鏡 堅決不辭職 我就想起 尹錫月他老婆 好像也是一樣 原來 所謂民主的社會 完全都是這樣 弄虛作假 真是沒話可說 我們看到 眾議院的議長 麥卡錫 就答說 喂 他會不會 給記者問 他會不會支持桑托斯呢 再選呢 那 就問 情況 他沒有正面回答 但是 有些共和黨的參議員 就說 喂 他早就應該辭職啦 他令到共和黨蒙羞 啊 而且他令到 整個國會都蒙羞啊 啊 那麼 拜登又不肯表達 那麼他說 如果他評論桑托斯的話 呢 又要說他干預司法啦 那麼 民主黨的前眾議議長 佩洛西呢 就說 他早就應該辭職啦 根本就不應該做議員的 那麼 那麼 CNN的記者呢 就表示 那個選區啦 因為他在紐約牆島的 是 藍呢 就大於紅的 藍就大家知道是民主黨啦 紅的就是共和黨啦 所以民主黨呢 可能搶下那個席位的 那麼 所以究竟會怎樣呢 啊 那你這個呢 就 想真點啦 還有呢 桑托斯呢 就是 在 早幾天上個星期的時候 剛剛才說 就說 他是支持啊 突離譜參選的 那麼 這件事 我想我現在繼續觀察下去了 整個 參議院 眾議院 其實都是 不斷劇烈的 鬥爭當中 現在 共和黨 就似乎是處於一個弱勢 對於美債的問題 那麼 一向都是 這段時間裡面啦 一向都是 全世界之痛來的 對於拜登來說 又急於 用很多 計謀 去令到美債的上限 可以提高 甚至 一萬億的 白金貨幣都可以摸出來的 那麼 這一點呢 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那麼 也都做了很多文宣 希望的時候 今次可以提高到 五十萬億啦 但是 最後總結一句 如果 提升到 五十一萬億 不單止 美國國內的 虎放會加劇 全球的虎放都會加劇 但是 老美會不會自作自首呢 我自己的研判 又講我的研判啦 我覺得 美國 是很大機率 因為這件事 而令到美國 真正來一個大衰退的 美元的價值 將會 低於 指數 低於一百 都是有機會的 大家拭目以待 希望 我的預言 不會成真 但我覺得 真的機會很大 好了 節目的最後 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記得留言 點讚 分享 最重要的 就是 期望大家 可以看完廣告 如果你失聯了 為何我有訂閱 沒有訂閱 希望你重新再訂閱 或者你的帳號 用不了 希望你建立一個新的帳號 重新再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